烂路问题让外逼看不过眼 拍视频怒向公共工程局总监 做不了就辞职 另外呢 无情团长阿克马强调了 自己不是英雄 也不想要当英雄 完整新闻请看 10月1号的百格大事情 晚上好我是青龙 巴胜港口州议员阿兹米站 拍视频炮轰公共工程局 无视巴胜港口露烂问题 结果这一段TikTok视频 迅速在网上传开 点击率短三天就破百万 他在视频当中发火 直接开向公共工程局总监罗斯兰 并且希望对方尽快在一个礼拜里头 采取适当的行动 否则将要求对方辞去总监一职 kepada yang berbahagia Datuk IR Roslan bin Ismail Sultan Sulaiman daripada Jambatan Selat dan jalan ni tiap-tiap hari saya dapat aduan yang tinggi daripada pengguna-pengguna jalan raya malam minggu lepas dah ada kemalangan berlaku kemalangan motor sikal sehingga menyebabkan kematian motor jatuh sebabkan lubang ni lepas tu ada lori langgar Datuk bila nak selesai masalah ni menteri dah turun pada 23 November 23 tahun lepas janji nak selesaikan masalah jalan ni dah hampir setahun tak selesai-selesai masalah jalan seleko ni ambillah tindakan segera nak tunggu berapa ramai lagi orang mati nak tunggu berapa banyak lagi kemalangan berlaku kat sini nak tunggu berapa banyak kereta-kereta motor-motor yang rosak langgar lubang-lubang ni berapa banyak buat sesuatu ataupun Datuk kalau tak boleh buat letak jawatan bagi orang lain kerja YB Azmi战是在9月29号上传视频 而工程部秘書长 Azman接获投诉之后 不敢轻视此事 隔天就率队到场视察 另外呢 公共工程局今天清晨迅速的维修道路 结果不少网民言语说 需要痛骂当局才会采取行动 同时呢 也有许多网民力挺阿兹米战 认为他说出了人民的心声 近来因为发表争议性言论 而民生大造的乌亲团长阿克玛 今天在社媒强调了 自己不是英雄 也完全不想要成为英雄 只是坚持巫统原来的原则 也就是照顾宗教 种族以及国家 阿克玛在这一篇题为 事实和真相或可隐藏 但无法说谎的脸书天文当中 分享了一篇对马格达补选的分析评论 有关评论作者在文中就称他为英雄 作者穆哈默阿菲菲拉萨在分析中指出 马格达补选期间 阿克玛和郭素信就亲征认证风波 互相争论 阿克玛对郭素信的批评 引起华裔选民的不满 因而拒绝出来投票 虽然行动党无法驱服华裔选民出来投票 但是呢 国阵候选人赛福星依然漂亮胜出 大部分巫统选票 都是来自于回流巫统的马来选票 评论说 国阵的胜选除了是团结政府的稳定 以及国家经济复苏 主要的原因是巫统敢于对抗行动党 这显示巫统虽然身处团结政府 但还是坚持本身的原则 捍卫马来人和伊斯兰免受挑战 因此这个作者就认为 在这个课题上 阿克玛因为不畏惧而敢于挑战行动党的行为 让国阵在补选当中取得胜利 可以被视为英雄 如今 务卿团长阿克玛的发言 持续在坊间引起抨击 行动党马六甲爱吉勒区的州议员郭子毅指出 马克达补选期间 阿克玛被晋升的传言一度甚嚣陈上 而随着补选结束 阿克玛立刻通过设媒发布了 关于亲征认证风波的言论 称自己为了捍卫宗教民族 绝不投降 也不会道歉 郭子毅就认为 这番声明不止让所谓的被晋升的传言不攻自破 更进一步暴露了阿克玛机会主义的本质 首先 所谓的捍卫宗教和民族的立场看似崇高 实则是对方试图转移公众的视线 掩盖错误的手段 真正关心宗教和民族的人会通过负责任的行动和言论 来寻求解决方案 其次 郭子毅点出 阿克玛拒绝道歉并不意味着有原则 一位真正有原则的领袖应该具备面对错误 纠正错误的勇气 而不是以强硬的言辞掩盖问题 阿克玛的言辞更像是一种煽动情绪的手段 试图通过引发情绪化反应来获得支持 在郭子毅看来 如果阿克玛真心关心清真认证问题 应该更加积极协助穆斯林小贩来申请清真认证 而不是借机成英雄坚持无益处的口水战 赵明福是45年了 真相什么时候会水落石出呢 赵明福家属披露 他们在8月1号会见了首相安华之后 已经过了两个月 但是赵明福案件的重新开案调查 是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赵明福家属代表赵丽兰说 首相声称警方的调查也将会研究赵家的要求 和参考上诉庭的判决 但到现在他们还没有看到警察根据上诉庭的结论 来彻查当年盘问赵明福的反贪会官员 过去上诉庭的结论是 赵明福被一个或多个不明人士以违法的手段致死 赵立兰提到了 再过两个月就是安华政府执政两周年 他们希望看到调查有实质的进展 而等待不应该是永远的进行事 62岁Felka前财务部的高级官员沙巴利巴哈伦 在9月3号晚上从吉他华林住家出门之后失联 平时驾驶的国产车在三个礼拜之后被发现烧毁 并且遗弃在了垃圾山 另外死者银行户头的一笔巨款也被转移 警方之后在9月27号逮捕了两名分别是26岁和38岁的本地男嫌犯 吉他总经长费所披露 沙巴利被两名嫌犯用胶带封嘴 双手被绑之后抛入了几打日德拉巴东德拉河当中 遗体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昨天9月30号 人在巴东德拉河现场的受害者儿子穆罕默阿米尔表示 他认识其中一名嫌犯 这个人是一名承包商 过去五个月一直在父亲邻居的房子当中工作 而他父亲经常路过这名嫌犯施工的房屋 双方见面会互相的打招呼 而穆罕默阿米尔斥责嫌犯的行为十分残忍 令人愤怒 同时希望能够尽快找到父亲的遗体 警方过去几天都在甘榜N8铁桥旁设帐篷住扎搜寻 实验会持续到找到死者为止 而今天不只是银河搜寻也出动了无人机高空勘查 另外有两只警选加入到搜查工作 国内年轻人负债的问题令人担心 第二财政部长阿米尔寒查 引述了现代咨询与债务管理机构AKPK的报告指出 有53000名30岁以下的青年 背负着将近19亿令吉的累计债务 该机构已发现28%大马在职成年人 曾经借钱来购买必需品 阿米尔寒查表示 个人贷款、信用卡和先买后付计划的日益普及 情况让人担忧 尤其在年轻人当中 虽然这些工具可能提供便利 但不了解其影响和缺乏纪律管理财务 则可能很快地会出现无法管理的债务 第二财长也提到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金融知识调查 只有36%的大马人了解基本的金融概念 像是利率、通货膨胀和风险分散 这就低于全球平均水平42% 在39个接受调查的国家当中 马来西亚只是排名第26位 他也说 考虑到大马家庭债务的高起 这种较低的金融知识水平让人担忧 截至2023年 家庭债务已经达到了1.53兆令吉 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84.2% 是区域最高的比例之一 截至为您带来其他的新闻内容 拥有10年驾龄且符合特定条件的 B1和B2级摩托驾照持有人 节日起可以在全国180座驾驶学院 申请转换B1级驾照 这项特别转换计划的顶价为160令吉 陆路交通局总监艾迪法德里指出 符合资格的申请者 可以前往提供特别转换计划的驾驶学院 参与驾驶训练和技能鉴定考试 B1和B2级摩托驾照持有人 可以透过MyJPJ应用程式 MySeekup网站 以及陆路交通局柜台 检查是否符合资格 B2级驾照为250cc以下的摩托 B1级驾照为250-500cc摩托 而B级驾照则是500cc以上的摩托 两位超过70岁的退休教育界前辈 张真明和丁春光 在退休后经常一起骑脚车到处旅行 这次配合马中建交50周年 两人结伴骑行万里路 在6月30号从彭亨真的拜出发 每天差不多骑120公里 在三个月内完成了1万公里的骑行 并在9月29号顺利抵达北京天安门中站 丁春光受访时难掩兴奋之情 表示他们真的做到了 穿越泰国 辽国 越南再踏入中国土地 一路上面对各种挑战 主要是受到天气影响 他们坦言经过的路程都很难忘 尤其是经过辽国时 山路交洪水充溃 整个路面被黄泥和大大小小的石头掩盖 他们唯有小心翼翼 推着轿车冒险而过 两人凭着坚定的决心 克服种种阻碍 终于抵达目的地 并感恩身体健康状况良好 而且一路上遇到了很多热情和友善的人 工人们在宾围大桥海面的电缆上 安装电线和电缆的画面 让网民直呼他们都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设备视频显示 两名工人缓缓连着电缆前行 立幕则是可以看到工人在站台上施工 民众的关注点不仅限于施工的过程本身 也追焦在正在建设的高耸结构 即一系列即将重塑天际性的单吉塔 一些网民对项目的宏大规模感到惊叹 但也有人忍不住担忧工人的安危 最后感谢收看 也别忘了按赞分享视频 还有订阅百格 我们下次见